慈激大学提供的研究室试验剂 针对国内研发新冠肺炎疫情快筛试剂 是再传出了好消息 慈激大学中研院台北慈激医院 合作开发出的新冠肺炎双抗体检测试剂 只要少量的血液检体 不需要机器 10分钟就可以知道 是否曾经感染过新冠病毒 双抗体快筛10分钟出炉 只要协议检体就能进行检测 在武汉肺炎疫情发生之初 中研院及快速整合国内学研单位 形成COVID-19合作平台 各开发平台定期开会并汇报进度 让抗疫的研发工作加速脚步 慈激大学及台北慈激医院 亦为成员之一 参与新冠肺炎抗体检测工具的开发 可能大家都知道 其实检验的方法最主要有三种 测核酸 测病毒 测抗体 那我们开发的是测抗体的检验试剂 所以我们现在通过食药署的许可制造之后 我们的印尼分会也马上送他们的卫生部 去做查验登记 那他们的卫生部 很快的在三四天内就合可了 所以印尼现在呢 因为他们国家的政策是 入关的话 先做抗体检测 那抗体检测如果阳性的话 再做核酸检测 所以他们对抗体检测的试剂需求很大 那目前为止先跟我们签了50万剂的订单 这样子 这一次刺激大学团队与中研院研究员武汉中杨安衰合作 开发快速抗体检测试剂 能够精准测出受感染者协议中的IgM与IgG两种抗体 只要少量协议检体不需要机器10分钟 即可知道是否曾经感染新冠病毒 就是测核酸 它还是我们所谓的Golden Standard 也就是说它是一个黄金标准 它的准确率是比较高 如果你采样采得好的话 那当然如果说你采样采得不好 或者是你机器设定上面没有设定好的话 那它其实这个出来的伪因性也是有可能的 不过现在一切是以核酸检验为标准 那么抗体检测呢是辅助用 就是辅助 那所以抗体呢是因为你在感染之后 你可能在三五天内就会开始身体有免疫反应 会产生这个抗体 首先产生的是IgM 那接着产生的是IgG 所以我们就可以看你测到的是哪一种抗体 我们可以了解说你已经曾经受到感染了 黄顺平也说明 通常在感染病毒后会先产生先前部队IgM抗体 此时为感染初期 之后IgM抗体量会消退 而接着产生IgG抗体 此时为感染中后期或恢复期 而使用此抗体检测试剂 就能够呈现受感染的阶段 记者林杰花莲市采访报道